经验全国的卫生间 早上孩子要洗漱 等了半天都没反应 上学要迟到了 暴怒的老婆提着大铁锤就把 原来老公偷偷躲在厕所玩手机 真的是气打不一出来 决定好好教育一番 让他长长记性 于是我决定这样改 一 地面做二次排水 扇形排水槽引向最低点 保证不漏水 不装屁自行三通 冲水受阻 超级容易堵塞 而是装外自行三通 保证马桶冲水 百年不堵 记得只管要往上装 水材不会返回 不用建筑垃圾回填尘箱 楼板挤压又空固 容易造成防水层与排水管破裂 而是用红砖器格子 再填充桃力质量清 楼板无压力 水管电线不走地面 维修的时候要砸开地面 才能进行维修 费事又费钱 而是走顶面能够及时发现 维修起来也更方便 二 靠墙不回填 而是红砖器浴缸 再做好防水 避水试验三天 管道包隔一年 楼上冲水才安静 浴缸外贴大理石 底部大理石拉草 才防滑 这样辛苦的老婆 就可以安心地泡个香香浴缸 墙面布贴300x600小块砖 浅廉价 空间感小多压抑 而是选600x1200柔光砖 高大上档次 记得墙地对缝才美观 包住尖角一刻碰 不如整体包瓶做壁刊 洗澡用品随手就能拿去 旁边装个花洒也不拥挤 装上玻璃额段 防止洗澡时水渐到外面来 装落地马桶 打胶处容易发霉发黑 后面还有卫生死角 不如拿老婆的大铁锤 把它砸得稀巴烂 红砖气矮墙 提前暗藏水箱在墙里 外包几块大理石 安装壁挂马桶 实用颜值高 台面也可以放一些常用物品 记得上面大理石要活动的 才方便水箱检修 这样的马桶再也没有卫生死角了 上面放个电热毛巾架 及时烘干才方便 3.红砖气个墙 再用我的铁金爬 挖个洞 外贴磁砖 旁边再搭配个极窄长红玻璃 透光不透人 马桶旁边挖个洞 清测物品随手棒 记得留个插座 避免老公玩手机没有电 这样老公上厕所 也不再影响孩子洗漱了 红砖气个墙 外贴柔光砖 再用二舅妈的掏耳勺 再墙体掏个洞 再装两个层板 洗漱用品随便放 旁边不锈钢收口才整体 再来个二舅妈的套餐和洗手台 外做大理石一体盆 卫生采好清理 下面搭配铝木柜 增加储物空间 靠墙装两个水龙头 早上再也不用抢着洗漱了 随便老公在里面玩多久 也不受影响了 胡坐石膏板掉顶 容易发霉板潮 而是装大片蜂窝铝大扣板 美观检修也方便 靠墙留两个插座 方便用电器 这样的卫生间干湿分离 时尚不过气